國家審計處一次公布對35間央企2016年財務情況的審計結果 揭露央企的種種問題 報告指研發國產大型客機C919的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 經營鐵路運輸的中國中車集團 經營煤炭等能源產業的袁神華集團 從事節能環保的中國節能集團等 這些本來應該與房地產沒有關係的央企 都被指未有按照規定退出房地產業務 其實早在半年前 國之委已經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本來應該集中能源、民航等 對國際民生有重要影響產業的央企 很多都轉移涉足房地產開發 增傷在房地產市場分一杯更 比率更加高達6成 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的央企變得不務正業 國之委於是在10年下達退房令 勒令78間不是以房地產為主要業務的央企 都要退出房地產市場回歸本業 不過今次的審計報告顯示 不少央企八年以來都沒有執行 當中中國煤炭科工集團 不單止沒有按照規定 退出房地產業務 更加在13年和16年 繼續違規批准所屬企業 開發商業性房地產項目 而央企不務正業也不是只限於房地產 中國華電集團未經暴備 就被下屬單位買股票 帳面虧損至少5千多萬 中國廣核集團未經正式暴備 就開展融資租領等金融業務 結果3個金融業務項目出現預期的情況 涉及2億5千6百萬 報業說到金額誇張 就要數金融機構的審計報告了 中信集團3間公司 被指違規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提供205億元融資 又向證件5齊寸的房地產項目 提供211億元融資 而工商銀行在黑龍江、河南、湖北等地的8間分行 就被指經營違規的理財業務 涉及666億元 上海、江蘇等的8間分行 違規為不符合條件的企業辦理業務 又涉及134億 多間被指有問題的央企及金融機構 都已經相繼回應 說會嚴肅整改及問責 每一個事情都會被指走 內需對每一個事實上 才能給你考慮 然後可以調查